星光半讀,汽车出口量细一,西方难滴中国奇迹,作者徐毁 中国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国家 1956年7月13日,中国第一部国产汽车在长厂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 当年,项目由苏联援助建设,第一批出厂的汽车只有12部,明明为解放牌 67年后的今日,中国汽车出口已经荣居世界第一 电动汽车产越是暂停时代的尖端,令德国、日本、美国等西方传统汽车大国相迎见绝 中国汽车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良 走过这段漫长的道路,中国只花了不到70年的时间 绝对是人类工业史上的奇迹 11月23日,德国研究机构公布了一份报告显示 2023年1月至9月,中国汽车製造商总计出口了340万部汽车 数量已超过日本和德国,增长非常顺满 其中,电动汽车出口量占比为24% 是去年的两倍有多 德国汽车专家布拉扎尔预测,中国今年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研究仲指出,今年出口最多汽车的中国汽车厂是上汽集团 数量是76万部 其次是奇碎集团 数量是64.8万部 而在上海设厂的美国电动车製造商Tesla 仅以26.5万部位居第三 各产品牌的汽车出口量竟然超过西方名牌 也是一个奇迹 而英国政府看到中国电动车的优势都想分一杯斤 英国投资大臣庄德文竟然厚硬表示 中英的商业谈判和政治分歧是可业并存的 英国正寻求中国电动车製造商投资建厂 不然还记得德国前总理麦克尔在2018年火华时 曾经被中国电动车的发展深深地震撼 本身是科学家的麦克尔 驚探中国的电动车领域发展神速 而德国汽车工业的动力电池 还需要依赖进口 当时德国电视一台感叹 德国是创新之国 中国是世界工厂 但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认为未来德国肯人工智能 电讯基建 和生物科技等领域必须面对来自中国的竞争 麦克尔回国后 立即在总理府举行人工智能峰会 亲自和德国科技和企业领域的顶尖专家商讨对策 麦克尔五年前感受到的中国效率和速度 到今天要转化为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汽车工业是其中一个突破点 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电动车优势 欧美汽车强国唯一还可以抗衡 就只剩下品牌这一块最后的招牌 外国车厂再想躺着赚中国人的钱 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中国汽车强势挖起 绝对昭夜西方的忌恨 当年日系车还送欧美市场时 西方国家是接受的 但当中国引领电动车时代 欧盟却以中国政府补贴为由 对中国出口电动车开展反傾销调查 并试图以高关税足起贸易保护的尼巴 西方可以允许中国参与竞争 建立供应链 但必须在西方国家的主导和控制之下 如果中国想在西方独步天下的领域 后来居上占据主导地位 再贪污看来就是不可容忍 就是恶性竞争 就是扰乱了世界经济运行的秩序 但历史早已证明了 制裁打压不会令中国退步 只会令西方错失了中国的机遇 同时也提醒中国 必须保持继续的创新和领先 当自身优势无法被取代 自然就能站稳脚根 蔑视一切的制裁 中国汽车出口独领风骚只是一个开始 更多中国其即将会陆续有离 幻万致富 却日占逐落的西方霸权 敌得住吗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 部频道 按下这个小小钟 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 我们下期再见